周柏豪今天出席髮型用品品牌活動 身為潮印的柏豪 自爆就說有個髮型很想挑戰一下 認真的很想剃光頭 因為從來都未試過 我覺得是一個挺大的突破 對自己如果大家都喜歡我的髮型 突然間我剃光頭的話 又是一個挺大的衝擊 對自己的形象 看看有沒有些角色 或者有些適合的時候 我想去做一個這樣的計劃 提到上海演唱會彩排的時候 後空翻差跌頭落地 雖然有驚無險 但是現場就取消了沒有打到 去到現場真的要做的時候 很多歌迷喊喊喊 因為他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喊啊打吧打空翻 我有想過打的 不理公司不理所有人 但是最後我答應了他們 我最後都是放棄 做了一個簡單動作 就完成了那一拍 但是下一場我其實 都會做回 因為前天我都做得挺好的動作 會低一點 低一點比平時 所以歌迷看到他們很好心 就叫我不要再打了 危險 但是周柏豪就是一個很固執的人 很麻煩 設定好了那些東西 我覺得一定要做 我才會去圓滿 放心吧 我會好好照顧自己 大家享受這個表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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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